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使积极为亚裔发声 推广众向商业发展 请看李维华先生的美日专栏 岁莫陈思 2023年即将溜走时光异事 回于过去300多个日子充满了喜悦和挑战 打开世界地图不但乌俄战事未夕 中东以色列加萨走廊战火死伤无数 世界经济情况未能好转 中美关系至今未能解冻 台湾选举近在眉睫 美国前总统川普公然侮辱一民 毒害了我们的血液 词语一出震撼社会 是否挑动美国种族冲突 直开始仍是变数 我们应该这么说 在一般人眼中所有黄种人都是亚裔族群 你们千万不要认为那些偏激的政客 仇视之言论只是指华人 他们企图撕裂亚裔种族 拜登总统对纪念废除排华法案日前表达谈话 高度赞扬华裔对国家之贡献 我们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因为这段历史代表了早年华人 先进及拓荒者之血泪史 总之在此岁末年终时刻 我还是希望弟兄姐妹华亚裔同胞应该团结合作 守望相助我们即下一代争取民权和生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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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